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彭启賢 Ricky 其實我們發現 大部分我們沒辦法把自己的工作講述得很清楚 那開始之前我想說 各位為何而來 那我不知道各位的理由 我先講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第一個想法是幫助後進 其實我加入104工作世界的時候 應該是我工作很不順的時候 開始對自己的工作有些茫然 事業也不順利 但是累積了很多經驗 那剛好看那時候104的工作世界 麗家教剛起來 那我就覺得我自己做了很多的努力 有些挫折 那這些經驗或許可以帶給學生一些幫助 那第二個想法是拓展人脈 反正我喜歡交朋友認識不同的人 也不錯 第二個是磨練自己 因為我現在工作的性質 有一部分是會上台做講師的工作 那我一方面趁這個機會磨練自己的技巧 然後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做這個志工的過程 因為你要嘗試的把自己的工作講出去 所以說你會變成把自己的很多工作變成細分 再來是好為人師 其實每個人都有做老師的慾望 孟子其實講這句話的時候有點不懷好意 就是喜歡教人家啦 然後我的都是對的 那其實有一種人也好為人師啊 孔子 孔子也好為人師 好 所以在這邊好為人師這件事不是壞事 重點是你是不是有真材實力要交給人家 作詞